Hello 大家好 我是Ellen 我是Jimmy 我是Christy 好了 今天很开心 欢迎大家收看澳洲生活频道 今天在我们后院里 除了我们两个聊天之外 还多了一位朋友 就是Christy OK 这次我们请她过来和我们聊天 因为她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 来到澳洲这边 我们接下来就会和大家分享她过来澳洲的经历是怎样 可以等大家有个参考好吗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分享和点赞我们的频道 我们不如首先说一下 Christy是什么Visa过来好吗 因为其实现在在澳洲不是人人都过来的 你一定是Citizen、PR或者我们投资移民 其他就不能进入 我们先看看Christy是什么Visa过来 为什么可以过来呢 我是489 Professional Visa过来的 我大概是一年半之前到申请了 应该说一年半之前都批了Visa 所以如果再不过来的时候Visa就会发生的了 是的 是的 我知道你489本身是要批了一年 要过来的 但是你也批了一年半才过来 是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根本都没有机器可以飞到进来 原先打算在First Land留一留 几天然后再飞回香港 但是也因为疫情关系 就做不到这件事 为什么不直接飞过来做事呢 就是因为在上一份工 觉得公司有很多东西 所以想学多些东西 才充实自己才过来 是的 所以你也批了一年半才过来 是的 去到现在这个时刻 那你就过来 那你过来之前 其实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嗯 那其实489有没有说一定要走着 你要找到工作才可以过来 还是其实你本身没有工作都过得来 其实489就不用找到工才可以过来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它要封关 所以你就需要有人请了你 接着你就再向政府申请 它批了你才可以入境 那就是说你过来之前 已经找到工作了 嗯 那你又花了多少时间找工作呢 还有你找的时候是怎样的 是不是全澳洲你都发信去找 然后哪里请你去哪里呢 因为就是Queensland 政府sponsor我过来的 所以我就只可以去Queensland 那我就又传信去不同的机构那里 去apply 那就都不算太久 大概两三个礼拜左右 那就找到有工 哇 两三个礼拜是很令人羡慕啊 是啊 我想让大家听到 应该很替你开心 就是两三个礼拜已经找到工作了 是啊 也都是现在在做这份工作了 是不是 所以就过来 嗯 我想问一问你那个Visa 有没有限制你可以在哪里找工作做的 有啊 我那个489是一个一定要在regional的地方工作的 所以我当初就有考虑 Cairns、Turumbu 和Townsville 但是因为Cairns是旅游城市 我就觉得会多些活力 好像会没那么闷 那最后就选了Cairns 是 明白 好 那即是Queensland来说 Brisbane就不行了 嗯 高谷算不算了 高谷算不算了 高谷算不算的 489呢 高谷算不属于regional area 但是现在呢 replace了新的491呢 就可以去高谷算了 好 明白 那我们先欢迎你 其实Cairns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哈哈 我都同意啊 是啊 所以你应该可以在这里 不单止工作 应该是旅游啊 你都很开心吧 嗯 那我们说回吧 因为我想大概很多网友都很想知道 就是隔离的情况 因为呢 其实很多香港人都即将会过来澳洲 他都想知道 究竟要过来中间的十四天是怎样的 或者譬如你过来之前 你的筹备功夫有没有困难啊 嗯 例如买机票之类的那些 是怎样的呢 可以说一下 那要向澳洲政府去申请Exemption 才可以过来 当时呢 就是说你要在出发之前 两个星期之前申请 但是就不可以多于一个月 我的案子是当时只有两个星期 哦 你只有两个星期 但是所以呢 出发前一个月才买机票 是买不及的 所以现在呢 其实他更新了他的要求 就是两个星期之前 但是两个月之内 就去向澳洲政府申请 那他要同意你的申请 你才可以去买机票 现在变成那个time window 就变成一个半月时间了 是的 是的 即是说呢 我申请了批准了你 之后的那个半月之内 你买到机票 嗯 是的 但其实呢 我觉得一个半月都未必够的 都问的 都问的 你的机票都很紧张 是的 所以如果是的话 要买就买一张可以cancel的机票 改期的机票 是的 可以不用钱改期cancel的机票 那你是不是就是买这一只机票 买机票过程 你遇到的困难是怎样的 我当时呢 我当时呢 就买了四五张不同的机票 那 是同一时间买的 是吗 在一个月之内 一开始就 买长榮 过了不久 那张票已经被人cancel了 然后又再买第二天的长榮 是 然后又被人cancel了 是被cancel的 被cancel 即你不能选择 他cancel你 是的 然后呢 买了一张新加坡航空的机票 是 然后也cancel了 是 然后就买新加坡航空的business class的机票 是 那张就飞到了 哦 那我都是价值不菲 我想问一下 是啊 多少钱一张 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张都差不多三万元丹程 是 三万元丹程 两万多三万元 是啊 就是之前那些被cancel的 其实你不需要付钱的 是吗 就是他退回钱给你 是的 他有退回钱给我的 但是也很反复 因为你订了plan的日子又不行 嗯 那我就想问 跟香港有什么不同呢 你买机票 是否需要自己再找到酒店 要大家夹到timing才行的呢 不需要的 因为你在临飞之前72小时 就要向澳洲政府 和你去那个州的政府 去申请入境 就是跟他们说 我现在入境了 那样 我会驗了covid才过来的 也都没有跟covid的人 有紧密接触 是 等等 然后你来到之后 就会在这个arrival hall 那里 就会有个官员 就会接待你 是 那大家就会经过那个counter 登记你自己的个人资料 说你会在澳洲 将会stay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当时未租到屋 我就留了公司的地址 那都ok的 那之后呢 他聚集了一班人之后 在机场大概等了三四个小时左右 那他就会车你去 他分配给你的酒店 是 他哪间你都不知道 是的 是不知道的 是 他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不说的 ok 然后就让他送到你的酒店 那里了 嗯 那多少钱啊 你每人要交的费用 大概三千元澳市左右 三千元澳市 是 Single 一个人 大概好像二千美 三千 是 是 fix 的 因为你住好酒店 不好酒店都是一个价钱 没得分 是的 那我当时呢 就是抵达Bissbun的 是的 但是呢 他就找一辆大巴车了 我们去Gold Coast的酒店隔离 到达那一天呢 他是算日常的 所以呢 你是要15日后才可以离开酒店 那去到第15日的凌晨12点 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离开了 那也都我认识有人呢 是立刻安排了 有车来接送他们 就立刻离开 但是你也都可以选择 留到那一天的早上八点钟 他就会有大巴车回你去Bissbun的机场 那你将机票夹的时候 就要夹回你的隔离时间 是的 就是要转机嘛 Bissbun飞来Cairns 是的 那你要计划定的 嗯 没错 但是呢 都很 其实是因应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原则计数方法 因为你说呢 就是说呢 你第15日的凌晨已经走得 甚至等到早上走都可以 但是我听了另一个朋友呢 我去Sydney回来 就是他在香港去Sydney 旁边 那在Sydney回来呢 他又不是这样计的 那他呢就是说 你下午来 就下午才能走 嗯 早上来就早上走 这样的 那变了呢 其实原来是不同地方 有不同计数方法 计数方法 是的 不同时间起飙 是的 那变了他那张机票 如果计得太慢的话 原来那8个小时 就变了他可能计算错了 那他差点 抓不到那班机 是的 又或者你的状况就是 你以为要遇到一些 那些空荡又怎么办 是的 我就是 因为我下午才到 我就打算下午才走 谁知道他就一早叫我走 但是我买了夜晚的9点钟机票 所以我就去到很晚才到Cairns的 哦 那你中间那些时间 他又会不会趕你走呢 还是 其实你不能走的 你自由的 因为你过了15天之后 你就自由了 是的 你就可以随时去逛逛街都可以 是的 只是你没有计计酒店 你拖着行李 要等到晚上才能上机 哦 是是是 那次的朋友告诉你 因为他在Sydney 他在另外一个州份 所以他不可以离开酒店 因为离开了之后 你另外一个州份 所以你过来Cairnsland 人家如果知道你在酒店以外的地方移动 你过去Cairnsland 他又要再隔离 所以他就不能走 但是因为你在Bisbon 就在Cairnsland里面 所以你离开了酒店之后 你可以到处去 那你不用再做任何隔离 哦 原来是这样 很微妙啊 这个分别 就是你买什么机票 在哪个省转机呢 原来都很影响你之后的自由度 你行动自由 是的 所以可能这里也要计定 你本来买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是 指明是Bisbon的 我特意是买Bisbon的 是的 因为这样方便一点 始终在同一个州份 你就变成做隔离的东西 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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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醒目了 是的 所以变成你中间 就有了几个小时空档 是的 然后到晚上一刻 乘搭过程机来Cairns 那你都没有什么 走到街的 一秋二轮 其实你都在机场等到够钟 是的 是的 原先都有想过出去 就是留几天在Bisbon玩一下 因为始终都没玩过Bisbon 再转机票 是的 因为买由Bisbon 飞Cairns那程机票 有想过买几天之后 就可以在Bisbon玩几天才开工 但是呢 我又怕Bisbon会突然之间 有outbreak 接着有封城那些 不知道会不会来到Cairns 要再次隔离十四天 是 那就不是那么好 就说不及开工了 是的 因为你一到步之后 一个星期就开工了 是的 所以你打算预充一点时间 嗯 是的 再问一下隔离酒店里面的状况 譬如那些饲食是怎样呢 有些网友都问我Bisbon 真的问Bisbon的酒店那些饲食如何 嗯 现在这一间呢 你是其中一间而已 那间叫做什么 可不可以开名的呢 是的 高高数间 是的 Krone Plaza Krone Plaza 是的 那些饲食是如何 都挺好 不错的 那你入住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张纸去填 说有些什么饲食的要求 就是有没有Energy 那些 那我很不喜欢吃铲的 那我写了No Orange 是的 但是呢 他也是会照样送铲汁进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说orange juice 是的 哈哈 对 对 一天就三餐了 但是早餐呢 通常都会是六七点左右 就放在你门口 然后会敲门跟你说的 那你就要等到他敲完门隔多几分钟 等他走了你才好 开门拿东西吃 而且你开门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因为呢 原来是曾经有case 试过两间房门一起开门 接着呢 一间房是有病的人 另一间房是没有病 接着就是因为走廊对流 那些风扯了进去 接着就没有事 那个都中了招 哎呀哇 原来是这样 是的 所以他们有不断再三强调 你打开房门之前 一定要戴口罩 还有也都说了 是不是一张纸 告诉你 要的程序是怎样的 敲了门多少分钟 你才开门 这些都写给你的 是的 有写明的 还有那本Wellness Book 就是里面有很多活动 给你每天去做 例如你可以做一下瑜伽 就是它有些instruction 你可以做这些姿势 你有填饰簿 然后你可以做一下运动 是这样 挺贴心的 是的 挺好 那是不是很好 我想问房间有多大呢 阿Sunny那间真的小 阿Sunny那条片你看过 你看到它的环境 其实真的很窄 床旁边就是书桌 书桌都是一条走廊 直直出门口 就什么鬼都没有 是的 好像囚怒那样 是的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些呢 我的房间也挺大的 新装修 那房间我想也有两三百尺左右 接着连上厕所也有浴缸 然后又有露台可以出去 你可以出去露台 你可以出去露台 可以出去的 是的 那挺好的 好一点 是的 每一天都很多人喂小鸟 所以那些面包吃不完 放出去外面 然后很快就会有一大群小鸟 过来吃你的面包 那些小鸟也不怕人 习惯了 是的 直接是会站在你的手上去吃的 哦 你有没有这样做呢 有啊 有东西 不过那十四天没东西做 都是要有这些东西的 是的 碰不到碰小鸟也好 是的 那个感觉是好像有其他的生物 就是会接触到其他的人或者生物 就是会觉得是开心点舒服点 是的 那么那么长两个星期的隔离时间 会不会有一些情绪有起伏 情绪起伏就没什么 但是呢 因为楼上滴水 所以保持着二十四小时 也会有一些这种声音 那里有什么 都有些困扰 是的 我也试图转称的 有什么 因为我正在隔离的时候 有一天是我生日 哦 是呀 所以那天呢 我便觉得我需要很好的吃 一些好东西 但我 alg 많이 optimize 也可以额 snett ioine i Yoomo i Boud 还有另外一家 就是澳洲当地的牌子 但是有很多間我點了它都是不送過來 你可以喊 當局是歡迎你喊的 但是那間餐廳不送過來 Uber Eat 它沒有限制的 是不是 對Uber Eat來講它送一件東西出來 對它應該沒有什麼大影響 還有司機 我也做過Uber Eat 我都送過去旁邊酒店的 都是照樣送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送的 或者是我不幸運吧 總之我request了幾次 然後它都是cancel了 總之地址是這間酒店 它就不喊什麼了 是啊 那你最合理生日的那天有沒有 就是喊不到了 是啊 過一個special一點的生日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起碼好好地對待自己 是啊 在酒店喊了一杯Milkshake 那酒店除了有regular的三餐之外 你們還可以額外跟酒店去喊其他的東西 有Milkshake 有咖啡 有雪糕 有啤酒 Champagne 或者是紅白酒 然後有時薄餅那些都可以喊的 哦 OK 是的 女性羽毛也好一點 對 女性羽毛也好一點 OK 它三餐都挺豐富的 早上通常是吃暗裂或者三文治 這樣 那麼午餐呢 就會是吃一些比較light的 都是包 是的 或者wrap 是 那晚餐呢 就會是有牛扒 羊肉 魚 或者是雞 咖喱等等都有的 哦 其實很豐富的 應該快點儘快傳出影片 先讓Sunny 看看Sunny 天同地比 太坦 原來是這麼不一樣的 聽都應該都很豐富 那真的隔離飯鄉 Sunny真的見到我們隔離飯鄉 還有三個course 就是lunch的時候 通常是一個web 再加一包薯片 還有可樂或者有些有味的氣泡水 然後晚餐一定會有甜品 是的 是的 OK 那好了 有網友都問的 他們說那些錢 剛才說的三千多元 是怎樣給的 你給了嗎 其實我還沒給的 我也很怕我走了政府數 有些人都問 我已經到埋了很久 還沒需要我給錢 那你知道你途徑怎麼給呢 我就是不知道 我只打回酒店說 因為我那天八點鐘搭車離開 其實我六點多鐘 我已經問我 我可不可以出去逛逛 我真的很想逛逛 那我就走了去Gold Coast 放航拍機 那我放完航拍機 回去的時候 就匆匆忙忙的 直接衝上巴士 就是時間一遷到剛剛好 那我就很害怕 其實我究竟是否還沒給錢 我是否要在酒店臨走之前 就要給錢我沒有給呢 那他會不會 就是入了一個壞帳的記錄 在我的名字下面 所以我也是打了去稅局那邊 然後也是打回酒店那邊問的 那他們都說 我們都不知道 你等消息 遲之會寄一張單去你的公司 至於什麼時候寄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政府那邊錄你的 其實都不是酒店錄你的 是的 是的 就是起碼一定知道 就是你不用在酒店給錢 嗯 總之就等了 終有一天政府會追回你的了 是 他會寄一條錄給你的了 是的 他應該用任何方法的 大家網友就放心了 就是一定追收你的 OK 好 大致上關於Christy 用什麼VS過來 隔壁的情況 就分享到這裡了 是的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想問Christy 可以在下面留言 是 那我們都會再幫你追問 幫你追問Christy 解答大家 好的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現在這幅就是你拍的 你怎樣 你設定了這裡 有腳架 是的 我有一個電話的腳架 然後我設定了電話在露台 然後拍下日落 好美 就是每一天的日落都是這樣的 嘩 好棒 然後就覺得 啊 幸好有個這麼漂亮的 我也是 我當時又馬上想起 Dunnie 在這裡見到少許我 對 好 然後看照片 好 這個就是晚霞 基本上每一天的晚霞 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它會是漸變色的 有粉紅色變成黃色 然後是藍色的 我記得了 這個是叉燒飯 港式叉燒飯 對 嘩 還這麼好 很特別 我記得我拍了 很驚訝 到最後的時候 With you I can be sad with you Just take my hand and fly up through the dreams Where the skies are so clear 好 好 我沒有辦法 他得好 然後 再拍了 我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